记得问答Q&A张哲瀚你现在逃出去还来得及 平时喜欢怎样衣服搭配 会喜欢一些比较有个性的搭配 欢迎来到90年代 为什么喜欢参加综艺节目 跟大家在一起相处啊 就很有趣 张哲瀚你嘴很贱 你嘴很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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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被称为综艺疯子 大部分靠自己发挥吧 突然腿就不疼了 腰也不酸了 人就直了 人就直 记得问答第二代 杨哲瀚快跑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志瀚 开始了 更喜欢高尔夫还是斗地主 高尔夫 斗地主啊对 更想尝试先下去还是悬疑局 悬疑局 谁 I must wait 神兵马上 谁 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个 上海吧 大雨 你有人预线吗 有 啊 给自己做饭水平打几分 一分 哈哈 哈哈 老婆对不起 缺德问答Q&A 张哲瀚快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给大家介绍下你新歌吧 介绍下 就是非常好听 特别的好听 超级好听 大家一定要去听 你中国 这张专辑对你有什么特别意义 啊 很大意义啊 马上就会有一个首唱会是 能有个很好的互动吧 这是你爱你老婆的一种方式 呃 也是爱你的一种方式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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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其他极限运动想要挑战 极限运动就算了吧 还是做做这种老年人运动吧 以后可能就是打打太极打打高 就这样比较适合我啊 感谢未居得问答的付出 给你个奖励 我不想要奖励 哈哈哈哈 都是套 都是套路 奖励也好 惩罚也好 反正都是我来做 可以给来再拿一个改来三点菜吗 这是奖励吗 对 好 遇到你了 Kiyomi 谢谢老婆不杀之恩